美国最强航母两枚东风26都打不成,福特级航空母舰是美国历史上吨位,最大的战斗军舰,也是美国目前为止技术最为领先,综合能力最强,成本最高的军舰。 该舰的抗沉能力相比尼米兹级航母高30%以上,即使命重两枚大陆的东风弹道反舰飞,还也能保证在损管得当的情况下不会沉没。 福特级航空母舰的第一艘杰拉尔德福特号,于2017年,正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,目前已经进行相当一部分的实战部署,前准备将在今年进行实战部署。 排水量是辽宁舰两倍福特级的二号舰约翰甘乃迪号,目前已进入武器整合阶段。 全新的雷达系统和武器装备,以及主体的钢结构部分,目前已经全面进行整合。 福特级航空母舰,是目前人类建造的最大的航空母舰,也是人类历史上造价最高的一艘航空母舰。 该舰从尺寸上就非常吓人,其舰长337公尺弦宽41公尺飞行甲板宽度77公尺之水,身超过12公尺满载排水量,超过11万2000吨近于大陆两名舰航母的两倍福特级彩。 用的与尼米兹极相同的单舰导,四弹射器,三侧弦升降机,斜角甲板设计,在具体外形上伏特级的舰导后置位于舰体的右后侧,同时由于采用核动力,其舰导体机非常小及成化,非常高攻击效率。 维尼米兹1.6倍该舰大幅度减少了人员需求,量提高作战效率的同时,也增加了航母的自食能力。 该舰作战效率非常高四台电磁弹射器,可以保证日常150架次的巡航飞行。 极限调度状态可以提供超过340架次的起飞打击回收任务可以说,在出勤效率不菲福特号航空母舰,可以藐视所有航空母舰。 庞大的机库也可容纳75架各型战机。 按照美国的战斗编制相关计算,在战斗状态下的攻击效率,是尼米兹级的1.6倍这艘庞然巨物的防御能力,也是非常卓越的。 虽然在禁防系统上福特级采用的依旧是祖传的两台方阵,快宝RIM-116及WIN-162弹,是透过美国一体化舰船和大区块航式分段建造的特殊造船方式。 该舰的抗沉能力相比尼米兹级航母高30%以上即使命中两枚大陆的东风21D或26系列的弹道反舰飞弹,也不会被击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